捷衣用地的处理呢 就建议说排除到有产权救费的大区块 仅保留西边产权独立的区块 来进行开发 设置捷衣必要出口必要设施 那在R04车站南侧的捷衣用地处理方式呢 就请捷衣局再跟居民做沟通 若能朝向办理领域开发的话呢 则希望中间的那个刚刚所提到 那个七层楼的房子呢 也应该要纳路比较好 否则就朝紧留捷衣所需要的必要设施来进行划设 那R03南侧的捷衣用地处理方式呢 也比照捷衣的方式来做处理 如果说办理土医开发的方式 跟地主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话呢 就朝紧留捷衣设施所需的必要设施来做划设 下一页 那我们就针对以上替代方案呢 我们来做一个报告 首先在R04车站的北侧 我们刚刚所提到 就是用最小用地面积510平方公尺 只摆捷衣的出入口 也只能摆出入口 所以相关的我们以前一般的 像自行车或机车的转车停车位呢 就没有办法在这个车站来布设出来 这是针对我们刚刚所提到 现刊的以后委员的意见 我们做研锡了以后 大概出入口可以缩写到 因为这一块是属于刚刚所提到松台公寓 也就是产权比较复杂的 那这一块目前是没有的 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提出报告 那在R04南侧的部分来讲呢 如果说要用捷印必要设施来画的话 这个替代方案呢 就会分成两区块了 整个在靠近西侧的地方呢 是一个通风井的部分 那以最小面积来说画设的话 大概是有292米平方 当然这么小一块画得出来以后呢 就没有办法办理土地开海拔 就必须用征收的方式来做取得 那在东侧部分呢 因为有包含通风口以及出入口 那出口一般来设计它必须要一些转折 所以整个基地的用起来来讲 再加上目前的房子的 整个建筑的一个布设情形呢 大概会有1374平方公尺的画设范围 那除了摆监设置之外 当然全部布满之下 也没有办法去摆我们 本来在这个地方要设置 转身设施的相关停车 就没有办法布设出来 但是这块基地呢 是可以办理土地开开发的 那针对R03车站的南侧的话 我们待会会再做说明 先就图的部分先针对R04R03来做 R04的南北两侧来做报告 下一页 这边也换下一页 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在北侧的部分 这是比较产权复杂 靠近东边的地方的四层楼的松海公寓 层面比较复杂 下一页 那这块就是靠近 也是属于解一的部分 靠近西侧地方 刚刚所提到五层楼 就这块510平方公尺 目前现况是这样子 下一页 那我们在这个替代方案呢 我们也去评估整个做土地开发的一个效益 可以看出来说 这块范围内呢 大概是基地面积是510平方公尺 现况的屋龄呢 是四栋 35年 67年所取得建造的 35年以上的五层楼的建筑物是四栋的 那使用分区是第三种住宅区 目前的法定建闭率是45 法定农机率是225 土地全属呢 接尾四人 有18位的四地主 其中呢 当然 在来 二三五地号的土地面积只有3米平方 以外就是四人土地 那捷径设施来摆设 我们是摆个出入口 大概会包含一个无上海电梯 这张试图 目前我们配置出来 请你看出来说 整个车站来讲 必须楼舍出来 退缩空间之外 车站出入口摆好 甚至我们出入口 已经是用转折 用道路下方的 所以整个地址 剩下比较小的梯厅 来办理 尽量去办理土地开海拔 所以这块基地 已经是我们目前是 评估是 已经是用到最小的基地 没有办法再说了 那针对这个基地呢 我们的概念设计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设计出来说 地上十层 地下三层的建筑物 建筑率设计出来后 大概是63.17 设计的容积率 大概是目前 我们以设计容积来推估 是用450来做 来做推估来估算的 所以完成之后呢 整个法定停车位呢 需求是23步 机车位是28步 但是完成之后 设计只能 汽车只有8步 机车位只有14步 那因为这块基地呢 受限于基地面积 真的是很小 那加上配合 检议设计部设之后呢 建议在地设计 开挖率呢 不予限制 以及建筑率 及退缩检讨部分呢 会作以放宽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采这个方案的话呢 我们在后续的图管规规定 我们就会针对 这几个部分呢 去做一些 去做一些配合 才有办法 让这种房子 能够盖出来 下一页 那这是我们刚刚所提到 阿林斯特在 南侧部分的 节二幼用地 目前的整个基地 扣掉前后两端的七层楼 那目前中间的七层楼 是并在我们土开的范围内的 下一页 就这张七层楼 下一页 那整个的一个 变更来讲的话呢 基地面积是 1374米平方 这是指替代方案 靠近东侧的那一块 那它也是 35年以上 四层楼建筑物 它分区 也是第三种住宅区 建壁里也是这样 45 法荣里也是225 它主要的 目前的全属呢 12笔土地 都是私有地 所以有 土地的12笔 有40位的私地主 36户的合法建筑物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来讲 检验设施会 百出入口 包含有五扎的电梯 以及通风景 下一页 那设计的一个概念来讲的话 是可以做到地上14层 地下2层 建壁率48.98 设计容积率450 完成之后呢 汽车的法定是63步 可是设计完成 大概只有366步 机车71步 设计上来讲 现况我们就没有办法设计出机车位 那也是受限基地的面积呢 配合检验设计设置以后呢 建议地下的开发率呢 也不予限制 另外退缩检讨的部分呢 也作业放宽 那这张就是我们 初步配色出来的情形 这边是出入口 这个情形 这通风景在这里 这边出口下来 还在旁边转折 再进去 所以整个的一个 平面的一个概念配置 下一页 然后再来就针对 R03的一个南车 我们刚刚所提到 我们的缩小 缩小面积 布设捷运的必要 通风紧急出口之后呢 我们是用在这个 基地的靠西车部分 面积大概是1322平方公尺 那现况就用靠近 在西车这块角落的 这块基地 下一页 那这整个范围呢 还有15比的土地 面积呢 是1322平方公尺 它也是有八栋物林 也是35年以上 四层楼的建筑物 土地使用也是 属于第三种住宅区 建立率是15 法定农机率是225 整个土地产权来讲呢 15比土地中央 有一笔是国有地的 它就脚脚的地方 一笔是私有地 其他13米都是私有的 捷运设施来讲 我们也是布设一个出入口 包含有无障碍电梯 以及一个通风景 这是我们捷运的设施 下一页 那在设计完成之后呢 也是可以完成到14层的一个 地上有14层 地下有2层 设计建立率是45.97 容积率是450 整个完成之后呢 法定停车位的部分呢 是需要60步 但设计完成只能到36步 那在机车位的法定停车 是71步 实际完成大概是27步 也就是受限基地的一个面积 尤其是配合捷运设施 必要一楼及地下的空间之后呢 就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些设施的提供需求 所以将来在图管规定来讲 我们也建议地下的开挖率呢 不予限制 才有办法去布设 也要满足建筑物的需求 以及我们捷运设施的需求 下一页 那整个替代方案的一个评估比 比照表呢 就请委员参考 原来的捷一呢 就缩小发来到510 那捷二呢就两块 其中靠近西车通风井呢 是用征收的 靠近东车有出入口跟通风井呢 是用图一开发方式来办理 那捷三呢也缩小 靠近到西车这块 1322平方公尺 那也是用出入口跟通风井 并办一图一开发 这是我们依照第三次线刊的 替代方案所做出来的评估对照 下一页 那我们再来就针对上一次的 审查意见的一个办理情形 做报告 在第四次审查意见的 刚刚在主办单位 已经有提报告说 希望针对农机的一个部分 额度以及项目呢 经过市府程序确定以后呢 就现地来召开座谈会 那当然还有包括我们 会将开发的这些成果 还有我们研究的替代发呢 也跟民众来地主呢 一并做沟通说明 那当然地下串一段的部分呢 因为曾经有民众说 并不是很清楚 并没有被通知到说 实际上到底范围有哪些 他能够得到补偿是有哪些 所以这些部分呢 需要再到当地跟民众 做说明跟沟通 这是在前一次的审查意见 下一页 那针对审查意见呢 我们的办理情形呢 有关土地开发区结农机奖励的原则呢 也已经经过本市都委会委员会 在102年9月17号的一个 一个我们的针对这个会议呢 来做讨论有共识 以检举所提方案二 也就是说我们的奖励农机呢 是依照原建筑农农机 原农如果低于法农的话呢 就是以法农来做基准 然后加上0.5倍的法农 再加上捷运奖励的原则来办理 这个是属于较可行 所以也与民众沟通的方案 不过操作上来讲 这个方案二呢 还是要加入一瓶换一瓶 平均值来讲 还是要一瓶换一瓶为上限 那也就是说我们针对奖励的原则呢 也已经在去年的9月17号 也已经有做一个共识 那我们也针对这个部分呢 来召开座谈会 也就是依据方案二的内容呢 然后我们来分别在11月 去年的11月12号 13号以及15号 办理三场座谈会 分别就是不同的基地 来针对土地及监护所有权 来做沟通说明 那这张表呢 是整个的一个差异性的一个 比较跟委员做报告 原来我们的一个农机奖励方式呢 如果说农机包含有捷运奖励农机 以及都市计划奖励的话呢 最高可以到原法定农机1.5倍 如果说是包含捷运奖励 都市计划奖励 以及都市更新奖励 以及都市计划农机 移转的话呢 各项加总呢 也是以两倍为上限 这是原来的我们的一个额度 那经过市府演员以后 我们所提出来的额度呢 是我们刚刚所提到 是以原建筑龙机 加上0.5倍的法龙 加上捷运奖励的原则来做办理 那操作商呢 还是要一瓶 一瓶换一瓶 平均值为上限 下一页 那针对我们刚刚所提到 三场的不同地区的用地的作战会 初步的一个结果 大概做一个摘要来说明 针对R04车站北侧 捷运用地的一个结果是 因为地上物产权复杂 包括我们刚刚所提到 有四种类型 然后而且诉讼已经达了十十年 并依照专案小组呢 在10年7月9号县的会刊呢 也是建议我们说 是不是将产权复杂的区块 就把它排除掉 只要保留比较 没有产权争议的部分来做 捷运的土地开发 或者是捷运必要设施一个划设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说明了 我们缩小用地范围以后呢 大概是510米半公尺 可以设置我们捷运的出口 含无障碍电梯 已经最小的范围范围了 以及法庭停车位数的条件之下呢 办理土地开发 那将那个试算调整后 容积奖励额度来做说明之后呢 还是有少少数的土地及建物所有权的呢 还真针对相关的事情呢 也有一些提出不同的意见 下一页 那在R04车站南侧 捷运用地的座谈会来讲 我们替代方案呢 会将捷运设施所需要用地呢 就分为两块 刚所提到的 一块呢是在西侧 必须用征收方式来做取得 没有办理土 没有办理土开 那东侧呢 缩小范围以后呢 是可以办理土地开开发 所以说在过程 在座谈会中呢 这些被西侧 我刚刚所提到通风景 被划入为 必须要办理征收范围的那些 大部分土地 以及建物所有权的呢 都反对 用征收方式来做办理 他们也愿意说 还是希望跟原来的方式一样 可以整个基地办理土地开开发 那至于说 351地下刚所提到的 七神楼的住户呢 他的祖山应该要将七神建筑物呢 另一都市更新 相关较有利于住户的方式来做处理 或是以专案方式来办理 以确保权益不会受损 那当然 本地号351地下 七神楼的住户呢 如果说没有办法权益受损 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的话呢 他是反对 说被纳入到原来开发的基地 这次在座谈会 大致上会有这样子一个 一个 结果是 当天的里长已经表示说 整个地区 整个基地呢 他们已经做过民意调查了 也就是说 土地开发基地 土地区所有权能呢 反对缩小 结山基地范围 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方案了 还是 还说必要设施 他是反对我们所提的方案 也就是说他还是希望 还是希望说 是用原来的原工的方案 来办理土地开开发 下一页 那经过以上的 下一页 经过以上的